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音乐推荐人 带领着今天的第二轮我们优秀的音乐人登场 掌声有请康子夕赞飞 掌声有请康晓飞赞飞 这次是两组音乐人都是团体啊 今天你们带着组团来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来介绍一下 这回子星先来开始好吗 好 我们要推出的是人生兄弟组合 人生兄弟 对 四位帅小伙 和声唱得特别棒 能看出来 他们可以说只是四个人 但是带来整个乐队 整个乐队 对 可以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 而且他们完全都可以不要乐队 来 看一下小飞这边 大家好 我今天第二轮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金话筒组合 为什么叫金话筒呢 因为他们三位的工作都和话筒是分不开的 他们的工作是录音师 然后他们分别是赵敬 音乐 宋佩伦 吓我一跳 我说金话筒 这是我们主持人界的最高奖项 我说来杀主持人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听哪组音乐人的故事呢 还是由灯光来决定 好吗 来 灯光选择马上开始 三 二 一 请 好 我们看到灯光这一次选择 驻守在了汤子星这一方 所以我们首先要聆听 人生兄弟组合 他们的音乐故事 有请 人生兄弟组合 今晚看我们了 刚才队长已经说了啊 虽然咱们长相不一样 但是声音绝对是要一致和和谐的 在一个专辑或者是一首歌曲当中呢 担任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担任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对 每一个人不一样 你的这个声部应该是 对 我是 符合当中最低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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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说一句话我听一听 我是呢 没有 我其实我是 吓我一跳 对 南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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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也是南高音 南高音 对 对 对 来 我是团里打BBOX的 打BBOX 你长得好像混血儿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 你们对队员的要求 最基本的是什么 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孝顺父母 就是要夺一双心对吧 人家做人要很好 我们来说说技术的事情 对 就是音准方面要特别的好 因为吴伴奏这种 全音声的这种形式的话 对音准要求特别特别好 特别的严格 因为它如果跑偏一点的话 所有的人都会打架 所有的音程都会 严格到什么地步 像我这种吧 基本音还是全的 但是要唱一些小半音 可能就有一点 你像就也没问题 就是咱们不会有混音师 和这个录音师 咱们可以通过科技 来解决这个问题 直接把我再输入 给精化酮组合 是吗 来亮一下吧 我们团圆每一个人 都有什么样的绝活 好不好 这样吧 我们先亮我们的BBOX 对 我们可以先秀一下 我们年纪最小的 人家不叫BBOX了 叫什么告诉我们 名字有点长 我叫拜和提亚 小亚 你先来展示一下你的 谢谢 我是外行啊 BBOX 最难学的一个是什么 其实这个 说难学不难学 说好学也不好学 就比如家族的大鼓 然后擦片 然后小鼓是 对 就这些声音里 最难学的是哪个 这些声音里面 最难学的应该是 小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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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何刚你小鼓声音来 这个要学的话 先得学会大鼓 对 先得学会 你是根据学生的目测能力 然后来决定 就直接跳到小鼓吧 就是说 用汉子说 不服 不服 我不服的不服 但是把不服 不服来试试 不服呢 加一块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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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嘴巴再紧一点呢 就是 来来来刘和刚 我这不行 我这打快板可以 女将有不服的吗 为什么就是你们做 Big Boss 一定要守这样子 就这样拿话筒 是酷还是 不不不是酷 就是因为呢 比如我现在打这样的音 我这样抓麦 普通抓麦 就是如果我这样抓的话 你会比较集中 明白明白 来听听你的声音 不服 把把对 把声音去掉 不服 哎对 哇哦 有有有 可以了 好吧我来说 浮了浮了 浮了 浮了 云朵呢 怎么怎么说 不服服服服 把不去了 不服服服 哎呦 这个可以了 是吗 其实他们当中还 卧虎藏龙 还有谁来展现一下 你们的这个 这样吧 我们一起吧 我们来个民族的 乐器模仿 好不好 好 整个乐团 然后同时进行 对同时 来一个世界二胡名曲 送给大家 世界二胡名曲 没错 你们分别担任的 都是哪些乐器 二胡 二胡是你 我是小浩 小浩 快板 快板 你呢 Bass 好他们同时来 来 掌声欢迎 的确是 不仅是世界二胡名曲 而且他出自于 世界名著啊 没错 没错 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的人生兄弟组合 带来一首什么歌 一首 《香水城》 《香水城》 听说之前也是和杨坤 对对 之前跟杨坤老师 一起合作的 这这么一首歌 《香水城》 通过我们改编 然后编成了 有一半五板奏 一半乐器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 一半是阿卡贝拉 五板奏 一半有乐器的 这是你们的一个创新 对吗 对对对 好 一起来欣赏 人生兄弟组合 为我们带来的 《香水城》 多想再回到遗忘那座《香水城》 请照顶我 《香水城》 他依然散发着那 有人的温存 真正打动我的心们 也许我无法分辨 恰难永恒 走在你里的香水城 《香水城》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我觉得你们唱的这个版本 和沙拉布莱曼那个版本好不同 那个版本好像 这个音乐是在天上 但是你们的音乐呢 是在地上游荡 但是呢 却会缓缓地进入到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有了一种 很踏实 很接近 很朴实的一种感动 我们来听一听 今天三位歌者 你们也很熟悉 他们听过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特别地好听 而且瞬间我觉得我人 就精神了好多 真的我觉得好听的音乐 还是让人很开心的 就听到你们唱的这个歌曲 像一滴一滴的水滴 在我眼前特别有画面感 谢谢老师 希望将来有机会和你们合作 真的很合适 你们的声音真的会很合适 来 刘和三的感受 今天叫聆听者 对 就是让我们来学习的 这个学习的过程感受很深 虽然这个比Boss没有学会 也没有感受到 但是呢 我觉得让我感受到了青春的力量 就是我们也是过来人 无论是流行音乐还是明歌 我们都在我们的路上走了 十几年甚至我都走了 近三十年的时间 其实背后所付出的艰辛 只有我们知道 所以说我理解你们 今天这个舞台属于你们 明天仍然还属于你们 未来更属于你们 加油 谢谢老师 接下来呢 我们文生兄弟股 可能可以稍稍休息一下 然后积攒一下自己的运气 因为稍后呢 还要有你们的幸运拿奖环节 好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 金话筒组合 金话筒组合 今晚看我们的 刚才说了金话筒组合 他们各个呢都是录音师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三位到目前为止 听到的最美的声音是什么 有一次是云朵老师来棚里录音 然后呢云朵老师带来了两个 从四川阿坝州的两个学生 然后那个孩子呢 一进棚唱第一句就把我打动了 那种声音是发自内心的 只唱了第一句 是天籁之爱那一次吗 真的 那两个孩子就很紧张 第一次来到北京 然后呢第一次进录音棚 然后就不敢 就是老师一直在外面 说鼓励他们 一句一句非常有耐心地 给他们教 我当时我坐在边上 我不敢打扰老师 就心里面特别感动 然后最后走的时候 那两个孩子 还要必须要跟 录音老师合唱一 所以后来呈现的 非常完美的这个 就是我带着两个孩子 唱的天籁之爱 咱们就是在综艺盛典 天来传递也 中国爱拉索 希望不要人 层层的生费 天来传递也 中国爱拉索 希望不要人 层层的生费 你听到的最美的声音是什么 我听到最美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我妈妈 给我唱的声音吧 妈妈哄你 小的时候哄你这一道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作为一个录音师 我也有个梦想 一定要给自己妈妈 录一首歌 我现在正要去完成 那你现在已经站在舞台上了 你要不要唱两句 妈妈小的时候 唱给你的歌 那就是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对孩子想怀抱 透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相不良 谢谢 你知道吗 等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一定要让你的妈妈 坐在电视机前看 一定 我都能想到 一位大姐肯定在那里泪流满面 那你呢 你听到了最美的声音 鸟叫声音 或者是石子掉到地上的声音 或者你踩在那个沙滩上的声音 它其实都可能会成为音乐的一部分 所以很多 很多声音 它都可能会成为那个最美好的声音 对 说得真好 那作为路医师啊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影响工作是什么音乐 帮歌手呢 选一支非常适合他的话筒 然后把声音记录得比较完美 每一个歌者 他的话筒都必须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和作曲家和制作人 咱们同时一起商量 选定出一支符合歌手 音色气质的 符合歌曲风格的一支麦克风 这样的话对于以后混音师的工作 它在调试的过程中会更加轻松一些 那今天我们的金话筒组合呢 是走上了台前 你们将会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有没有一首歌能让你想起我 对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们想起它们 恐怕是你们的每一首歌都会想到它们 今天呢也把这首歌奉献给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幕后英雄是谁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来 我们也让我们的三位 经常你们去录他们歌声的歌者 来说一下 他们听到你们唱歌之后是什么感受 好吗 首先有请云朵 我刚刚不由自主地给刘河刚老师和曹文教授 我说录音师唱歌唱得这么好听 感谢他们从来没有走到过台前 对 要不我们没什么饭吃了 对 又没我们啥事了 我只想说就是好听 好 听听刘河刚的感受 他们年龄虽小 他们虽然在幕后 但是他们却在为所有一线的歌手 做着他们 甚至超出歌手想象的工作范畴 所以在这里代表所有的歌手 向你们致敬 谢谢三位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接下来听听曹福佳的感受 我和这几位录音师都非常的熟 就是都是我的 相当于是我的弟弟 对 真的是 像他们会给你很多鼓励 因为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你听到的跟外面听到的 其实是有差距的 你特别需要一个 特别准确的反馈给你 所以我觉得录音师真的是 相当于是歌手的耳朵 谢谢 你们给我们送上了一首歌 我们要给你们送上一份礼 好不好 但是能得到什么样的奖品呢 要看看你们的运气 好吗 请上你们的音乐推荐人 还有和你们同轮出现的 人生兄弟组合 有请 好的 我们说了我们要做一个小游戏 来争取优先选择幸运号码的权利 好 倒计时30秒 开始 我觉得呢 作为一个歌手 其实对录音师来讲 是非常的熟悉的 因为歌手都明白 如果想把歌曲唱好呢 我们跟录音师之间 一定要有很多的默契 所以我们作为歌手 对他们表示感谢和崇拜 还有尊敬 希望大家都能够把票投给他们 谢谢 一秒不差 压力很大 你的倒计时30秒 开始 曹福佳说 期待着跟我们人生兄弟组合 来合作 是吧 何刚老师说了 这个世界现在是你们的 将来还是你们的 永远都是你们的 云朵妹妹呢 我觉得你看得办吧 二 一 二 好 那接下来三位评委思考一下 投出你们的一票 首先有请刘和刚 投出一票 我这一轮选特别好选 我主要是看队长 谁卡得准我就选给谁 特别好 所以这一票你是投给了 汤小飞这一方的金话筒战队 云朵投出下一票 那我去投给我们这个黑的 人生兄弟组合 待会你们抽出一个好奖品来 我们不黑 因为队长长得黑 就唯一就队长黑 那所以云朵的这一票 投给了汤小新战队的 人生兄弟组合 一比一 曹福佳 这边前让我熟的亲戚 然后这边又是我特别喜欢的 未来合作的伙伴 以后你可以去顾小宇的路没问题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再一个跟汤队长本身 我们也是好战友嘛 所以这票我觉得 还是要投给我们的汤队长 好 所以一个是 男汤队长 投给了汤紫兮战队的人生兄弟 好吗 你一直以为是你较了 可是我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二比一票 这一轮优先选择 我们的奖品权利的 将归汤紫兮战队的人生兄弟组合